還好嗎 她現在很多愁善感 很容易 我怎麼哭了 但我偶然想起了 想起有你的事 戲說女性李雨柔腦中風 出院後復工哭了 梳梁 跨腳 54歲的戲說台灣女性李雨柔 去年7月無預期腦中風 然而手術造成她不少後遺症 不止短期記憶力退化 剛開完到的後期一天 心致還變得像小孩找一步人員陪完 我不記得對不對 她完全不會記得 之後我跟我的女兒 不會知道這件事 我 不知道 我是有一天醒過來 因為我家的天花板是玻璃的 是鏡子的 然後我就 醒過來然後看到裡面 為什麼端寶 嚇了一大跳 這是假髮 你要看嗎 沒關係 這樣比較可以 這樣可以 就像我們剛去日本回來 我完全不記得 導遊跟團員的任何一個人的檔向 去過哪些地方 我連要貼上臉書都 記不得是哪一天 有哪些照片 腸子狀況 就是小心 更可怕的是我的糖尿病 不能喝含糖飲料 完全不行 然後我是老煙 老煙槍 結果也要戒煙 戒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還在戒 那妳現在就是 妳不用說會不會走路啊 會 會搖嗎 還是這樣 不會 不會 完全正常 但是我騎腳踏車去撞壁 撞到鎖骨斷裂 鎖骨斷裂 整個斷裂 那時候就是 要停下停車場啊 那是一個滑坡啊 然後就整個往牆壁撞過去 閃不掉 早就 落淚了 是意外 對 兩次 撞一次不夠 拍第二次 在撞鎖鎮嗎 是真的 可能有撞吧 有 有 上兩次 都很好啊 都還很滿意 就是現場發揮 我不用去備成分 所以就是還好 都是見瘦身的啦 因為我本來八九十公斤嘛 然後現在只有四十幾啊 所以他們瘦身產品 才會找我 李宇柔內心 還是十分想付出拍戲 貪到好姐妹的關心 加上家人的陪伴 讓他在專放時 忍不住善然淚下 他現在很多愁善感 很容易 這樣 好了 不要那麼的 他現在也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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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